接着我们再来看来自奥克兰教育方面的一条资讯 市长林布朗本周为Comet-奥克兰在市中心的新办公室检采 林布朗市长称 Comet-奥克兰新办公室的办公 是提高奥克兰教育标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Comet-奥克兰成立于14年前 曾经是马努考试的一个教育基金会 随着超级奥克兰市的成立 它的业务范围已经扩大到整个奥克兰地区 林布朗说 教育和技能提升是社会和经济福祉的关键 目前奥克兰有94%的学生参与ECE的培训 奥克兰计划目标是98%的学生都能够参与这一培训 过去两年当中 奥克兰地区82%的女生和70%的男生通过了NCEA一起考试 在11年级85%的奥克兰学生时待在学校里直到17岁 而毛利学生是最可能早早离开学校的族裔 科米的奥克兰首席执行官苏森表示 奥克兰CBD办公室的运作将帮助他们更加有效的工作 他们也将和市议会紧密的合作 促进奥克兰地区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